我真的觉得梁挫英真有空,也很无聊, 无事做他就在搞香港, 其实老实说你就算是协商或选举产生行政长官, 最终又是北京华市, 这就是清清楚楚的一人一票, 就是习近平那一票,你其他都是浪费, 不过但是香港都试过一路都是小圈子, 由董建华八百人一路一路搞到千二人, 但都是一人一票, 但是梁振英这个就开倒车, 就算林郑月娥也好, 陈志施行政会议的赵志明都不同意, 即是很肉酸, 虽然你都明知是北京操控, 你还要取消选举委员会, 又不知怎样协商, 那怎搞呢, 林郑月娥就说不好, 有些选举好, 可以讲讲政纲, 你讲了那么多政纲, 那么多承诺, 人家又不是说你不对演, 你当时说如果不受欢迎就下台, 现在没下, 现在大家都不喜欢, 浪费, 不过总之我们想的就不是小圈子, 我们是希望真正的一人一票, 不是习近平一人一票, 我们希望市民一人一票, 不过人家说见到香港现在这个乱局, 还有很多人都含含声都走了, 你还在讲政改, 我觉得都要讲的, 但是最好就是社会有些大家沟通, 大家对话, 好似前大康浸大前校长也好, 香港大学教授叶兆辉也好, 都是说要去对话, 跟年轻人也要对话, 跟社会各界也要对话, 然后才去慢慢复允, 如果不是现在个个不准出来又说什么限聚令, 其实个个就生气爆爆, 好像个个埋着火药在那样, 有什么时间如果适合就砰一声又来过, 真是惨, 但梁振英那些事就麻烦他省点, 别在这搞了, 我就是不会赞成的, 我相信你做下民调, 绝大部分香港人都不会赞成的了, 而且林郑月娥都说, 如果你要改你要修改基本法附件一, 因为他讲了你选举委员会怎样组成的, 四个界别, 你突然说水烧了协商, 你跟谁协商, 怎样协商, 不是又黑商作业, 所以我觉得社会无需要去研究它那麽多, 大家有气有力就想想一些重要的事, 不要研究一些很废的事, 梁振英想回来做我相信不是什么秘密, 好像叶刘淑仪多年都很想做也不是秘密, 其实想做就没错, 但最惨这不是一个公平的选举, 他们在做很多事可能他都是想讨好权贵, 尤其是讨好一人一票的习近平, 你跟他讨好我们吗, 但我都说了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去讲他那些事, 真是很严重, 因为我已经听了很多个礼拜, 就是说他们真是想改选选举制度, 第一要改选举委员会, 他们就没说要跟梁振英说不如废了选举委员会, 只是协商, 但他觉得不可以给民选区议员有那么大影响力, 因为现在就说他们互选四百多个区议员, 是可以互选117个, 就入去坐在这个1200人的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, 他觉得中得了的给那么多位, 所以他们是会改的, 是否改到没了,或者改到剩下你们互选四个, 剩下来的位,或者撥过去给政协其他那些, 就不需要太大改动这个基本法附件一, 这个已经传了很久, 那天叶国谦和我在香港电台的事典31节目, 我一问他,他立刻说他一定改, 因为他们觉得很危险, 对于他行政长官选举他们要操控, 另外一个我一直都听到要改, 就是说取消那个超级区议会的五席, 叶国谦就说他不知道, 而且北京很多时他做事都不会跟香港的人说, 就算你人大政协都不用理, 特区政府都不用理, 我当然希望他不要这样做, 可能这一两天, 就因为世界香港太多新闻, 也都没有人去追, 他们在北京开人大常委会, 也都不漏消息出来, 不过其实明天都开完, 有什么就明天会希望有得讲, 看他会不会讲, 也都希望他不要这样做, 而有些说就算这个是有什么决定, 酝酿员就希望放在三月的人大会议处理, 所以这些就真是很烦, 有些甚至讲到其他传统功能组别的选举都要改, 改到它是很严谨, 令到那些反对派的人, 是很难有机会可以选入立法会, 所以其实真是很烦, 也都会做些决定, 去取消有些区议员的资格, 不知取消多少个, 不知什么原因, 所以这些真是很烦, 是不是他们现在在三万门在北京谈, 甚至不是在人大常委会谈, 但有些人在谈, 所以这些我相信是很差, 如果香港一直开倒车, 北京就越枯越死, 令到香港完全无空间无高度自治, 现在就是了, 所以就是讲尤其是这年纪, 尤其是当林郑月娥非常之错误的, 提出了这个送中条例草案, 真是搞到满城风雨, 搞到香港真是万劫不复, 而他亦都不肯出来真是认错去对话, 或者人家说要有一个调查委员会, 不只是调查警察的暴力, 你都说有其他人都有暴力, 又打烂银行, 又打烂地铁站, 又打烂餐馆, 那全部都查, 你要有这个调查, 才可以是大家去将事实摆出来, 然后平复, 然后社会才复原, 好像我刚才都讲, 前大康也好, 叶兆辉这些学者都赞成, 你又什么都不做, 然后就自己骗自己, 就说有了国安法你看多平整, 没了东西整个香港, 其实一是怕瘟疫, 二是不想拿这个限聚令罚款, 你猜人真是很安心, 无事, 当然不是, 但搞到香港这样, 很多人都说, 这个香港都不是我认识的香港, 什么高度自治, 国两制越来越看不到, 都没了, 现在在北京人大常委会肯定亦都会谈这件事, 虽然香港, 你看林郑她都不知, 一够饭那样, 香港人大家都不知, 亦都无被咨询, 她要谈因为她要反制, 而因为英国政府在今个月尾三十一号, 就会接受人申请, 那些拿着BNO护照的人可以申请去签证, 这样可以成家人去英国住五年, 然后第六年可以申请入英籍, 中卫政府很不高兴, 想很多方法去反制, 叶刘淑仪说你画条线, 之后那些人又不让她做公务员, 又这又路, 有些又说, 此夺她的居留权, 此夺她的投票权, 都不知很多事, 但我相信那些做生意那些, 就算那些保安党, 他们有些都说, 很多那些人都是拿BNO, 甚至拿外国国籍, 他们说这些就是香港的中流底柱, 好像其他人不知是什么垃圾, 但很多市民都是拿外国国籍, 亦都有香港的历史原因, 包括很多权贵, 有钱人, 从政的人, 他们自己, 他们的子女家人, 如果你真是很辣去做些事, 你就真的拿来搞, 所以我们亦都呼吁, 现在北京不要这样搞,虽有些民建联的说 一定要!不要让他做不要拿外国家用穿 他们都现在拿着 很合适 所以北京又即刻开会? 明后就开完, Petr的看有什么公布 但也和政制改革, 也是不吱详 完全当你香港人是废物,他决定了就压下来,真的很差 不是赞成,你什么人都好,为何要逼人放弃? 是什么?我不同意这些,如果不同意就不同意, 怎会理我,我就同意他,我就要逼,当然不行,我不同意这些